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的政府书贞昌他是属猪的 但愿队友没有猪 因为上次搞得不好就听说有很多猪队友 我也告诉各位 国民党主席吴敦毅也属猪 说这两个猪对猪 最后再比呢 谁的队友没有猪 谁就不会输 队友没有猪 谁就不会输 这好溜喔 讲得棒 但根据台湾的选举历史 我们猪年就不怕没猪队友 因为猪队友想必一定到时候 应景会这个一起出猪笼喔 对啊 刚刚老大这样一讲 我有点害怕啦 为什么 我哪个团队我都不参加了 因为我属猪 哎呀 哈哈哈 不过说到猪队友 我们就好好观察 2019在这旋战过程喔 到底 谁是相公 谁是猪 一定是很多媒体的话题焦点啦 不过2019年有哪些趋势 给大家做一个点提一下 这是一个天下杂志 列出来2019有十大 可能要即将发生的一个趋势 我们也请教三位来宾 你的看法 你最关心的是哪一个 我们今天过年来聊一聊 他认为包括了 川习缠斗全球的供应链大乱 其实2018就看到很多的工厂 在重新来布置他们的一个产业链 美国推出社群 西方世界出现劣解的危机 AI落地 未来的新职缺大爆发 有人说 AI取代了很多工作 但新的工作 也会陆续的出现 手机跟工厂 将变成骇客的新战场 告别石油 最快2035年就要退场 极端气候不断的发生 全球必须要一起共存 高龄的社会 老人如何活出尊严 还有一出生就上网 Z世代在改变历史 贫富不均 史上第二产 内需变成内需虚弱的虚 以及要养活86亿人口 必须要靠循环经济 这是天下杂志列出来的 十大2019的趋势 三位来宾 我们请教一下 你可能最关心的是哪个议题 你觉得2019 比较特别关注 我觉得2019我个人认为最大的危机在经济 经济 就目前我所有看到的数据 经济都不好 但是2019年又是关键年 包括大家都要测试 美国总统明年这个时候 开始初选 所以今年经济不好 他这个连任的压力就很大 是 台湾不用说 那么中国大陆 今年是见证70周年 也没有不好的机会 他非好不可 都没什么空间 所以在全球目前的指标 所爆出来的话 外在环境对执政者都不利 那么不利的情况之下 又不可以认输的情况之下 他就会有很多的操作 那这些操作 就要看哪一个sector 哪一个产业 或是哪一个部门 会比较辛苦了 所以这个春节 看到很多领导人 可能都在强颜欢笑 其实这年忧愁了很多 的确老师讲的经济 你看 123 4 9 10 几乎都跟经济有关 对不对 这几点当中 你如果要跟经济的大层面 来讲的话 都有些关联 来封信你关注的一提 所以我对129的关心最多 其实刚刚这个 黄老师讲的是正确的 你现在不管是从 美国的制造业指标 然后欧洲的制造业指标 或者是中国不用讲 它的这些制造业相关指标 然后日本 台湾 亚洲地区的 所有的这些相关的领先指标 其实都不好 当你全世界都开始集体不好 因为本来在去年的下半年 看到是美国一枝独秀的好 其他的都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 衰弱的一些迹象 是 可是呢 从去年的11月12月到 今年初开始看到 连美国的一些指标 都开始转弱的时候 好 那你现在看 当大家都已经开始转弱 而且你没有看到市面上 出现什么杀手级的产品 每个人都抢着要买 那没有这个消费力道 消费诱因的时候 这时候 中美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 而西方又可能有解体的危机 你看到 英国脱欧到现在 到底要怎么解决 其实恐怕没有一个人 能够说得清楚 讲得明白 在经济不好的时候 贫富差距的问题 会变得更严重 所以对我来说 这三件事情综合起来 所引发的疑虑 让我特别的忧心 而且当信心出现危机的时候 就是金融崩盘的前夕 很多时候历史的回顾是如此 来 老师 我每天在讲金融 我反而对于崩盘 这两个字会很忌讳 不敢讲 因为一讲了之后 要小心 这个信心溃散 很多经济的层面 必须要靠着信心来做支撑 当信心没有的时候 那会不会崩盘 您自己做一个评断 来 老大您怎么看 那个 这边所有的问题 他都需要钱 那钱就要靠经济 所以经济是 绝对是很重要的 那现在全球经济 都蛮有一个 大家不怎么看好的 一个情况之下 可是在这个相对的话 就是一个社会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今天他们讲了很多时候 社会我会注意到 高龄社会 老人如何活出尊严 尊严这个字 大家都没有去认真的想 现在跟日本人在跟我研究 就是有些老人讲 不是安乐死 尊严绝命 绝命 尊严把我的命结束 就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到最后就说 老 当这个钱不够的时候 老人跟年轻人的对立 他明年 今年看不到 明年看不到 后年看不到 可是七年后 看到的时候 你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是 对这个问题呢 多花点心思呢 是想问鼎2020的人 多积点功德吧 所以2019搞不好 关键字就是 钱 没钱难败事啊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准备了 好几个元宝给他 沾点福气 今年的猪可能命运不太好 因为大家都要回家杀 这个猪公 宰猪公宰里面的铺满 把钱拿出来用了 说到这个钱 我们知道这段时间 看起来美中在贸易上面 是有一些 曙光 当然有人说这个曙光 是因为 美国川普他自己 已经有点开始吃到恶果了 所以他必须要让步一些 把股市给拉起来 至少在民调上面呢 在美国社会 对他的埋怨上面 可以稍微压一下 但马上停战90天 春节过去之后三月份 三位来宾怎么看 贸易战 既不继续打 Yes or No 是否继续开始打 Yes Yes 只有老师说No 你说的理由是 贸易战会打很久 打很久 但是三月初 对 三月初的时候会暂停 三月初暂停 对这个我同意 为什么各位观众朋友 现在我们看到 就是从12月1号 在阿根廷 习近平跟川普会面 两个人决定说要90天 休兵90天的结束的日子 应该是228 但是大概 因为228的关系 所以美国人也说3月2号 在弄 所以3月2号 各位观众朋友 3月3号 中国大陆全国政协开议 3月5号全国人大开议 中国大陆现在正在准备四中全会 所以这个铺陈 我因为是学国际关系 是学政治的 我把这个政治时间表卡上来 习近平等于给自己设了一个deadline 就是这一天考试要交卷喔 而且现在中国大陆的两会 不是一言堂而已 很多不同的声音 所以中国大陆在面对两会开议之前 的这个贸易战的决定时间点的上面 他必须要平稳 他不能够造乱 也就是说要看起来是可以稳定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中国大陆会寻求暂时休兵 那暂时休兵可能就是某一种程度的让步 但是让哪一个部分让多少 不过放在眼前的是 习近平不用竞选连任的压力 但川普接着马上就有 所以你说贸易休兵的话 是谁打谁 谁稍微先让步 你来看川普的部分呢 自己美国的社会 他很多企业的财报下修 消费品开始涨价 民运伤了他的民调 所以有人说川普这段时间 有点想跟北极团是因为他必须要让步 但你从中国的角度的话 中国同样进出口萎缩 经济相关的数据也下滑 信心不足 现在房地产也出现了泡沫的一些危机 习近平也必须要有些让步 所以丰丁你怎么看 如果说争一口气 好 那我们暂时休 到底谁让谁 你怎么看 中国大陆其实在整个的 40年改革开放历史过程当中 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叫做引外力来压迫内部修改进步 引外力 所以你看他进入WTO 做了很大幅度的开放 为什么非要加入WTO不可 其实那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引外力 然后来迫使内部 来让步 改革 然后他才可以求进步 所以西里面讲说这也不类似坏事 是 压迫我们必须要改变 其实这个在台湾过去发展经济的历史上面 也曾经发生过 那个时候在1980年代的时候 许多次的中美贸易谈判 就是美国压迫我们要开放 你开放你的保险市场 开放你的银行市场 其实这一些到最后都让步了 可是让步了之后 台湾经济其实没有变坏 其相反的 其实我觉得那个对台湾经济体质是好的 我觉得中国大陆在这件事情 他们他内部做了很多很多研究 这个部分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我觉得他们也愿意开放 只是他们在内部的这些势力 既得利益者到底愿意 能够他们能够掌握到多少 调整到什么样子的程度 第三个部分我觉得就麻烦非常大 科技争霸展 我觉得两方都不会让 因为这关乎到整个国家的 安全和未来的领导 长期的未来 因为我其实听说就是 当然这个我也是听很多朋友 他们间接的都知道 就是北京现在 他为了 其实他们对于历史是非常的讲究的 比如说台湾的整个的发展的历史 他们研究的非常的透彻 包括了新台币 当初的升值 贬值等等 这一连串的历史 他们会研究完了之后 然后去决定他们 因此要学习到的教训是什么 他们现在深入的去研究 当初的美国跟苏联的冷战 以及美国当时为了要避免 日本崛起的时候 所采取的一连串压迫日元 升值的那一连串的一些做法 还有压迫日本要把市场打开来的 那个做法 你看到苏联也输了 然后日本也输了 所以北京现在学得的教训是 苏联是一昧的对抗 输了 日本是一昧的配合 也输了 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 它既不能一昧的对抗 它也不可能一昧的配合 怎么样子能够在 既联合又对抗的过程当中 用时间来换取 整个中国大陆科技崛起的空间 这是现在北京要做的事情 所以yes 这个贸易战打个一二十年 可能都是的 这是科技争霸战的部分 但是短期之内 关税要提高这件事情 现在双方都已经付不起这个代价了 因为内部都有一些产业受到伤害 所以这个部分要持续 我同意它会暂时休兵 好 我们刚才封经特别提到了 包括之前苏联跟日本的例子 这回呢 其实澳洲前总理陆克文 他提到 美中如果要避免直接强碰的 开战的情况之下 有十个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当中就包括了苏联的例子 我们回来就来聊一下 这美中大战如果要真的避免的话 需要思考哪几个核心问题 而真的很多美国的战略战家 是把现在的中国大陆 对等于过去的苏联吗 我们回来聊 澳洲前总理陆克文 他提出了美中B站的10点 而且是一篇长文 那当中几个重点 我觉得特别可以值得来讨论一下的 我们列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特别挑几点来讲 那首先要了解的是 美方最终希望这结局是如何 特别提到 如果中国大陆就是不甩美国 它就是要执行强迫技术转移的话 美方你的底线是什么 还有在这个战略竞争的时间 游戏规则是什么 就包括了在南海之间的一些冲突跟摩擦 有没有游戏规则 让对方不要擦枪走火 另外到现在 美方有些战略规划者认为 过去围堵苏联 让他的内部压力很大 造成崩溃瓦解 这样的事情 可能也可以发生在中国大陆 这个想法还能够适用吗 必须要三思 因为现在的中国 跟当时的苏联是不一样的 以及目前大陆的一带一路 这个计划 目前在财务跟经济上面 给其他的一些国家 提出承诺跟帮助 那美国你反的话 你有没有提出 相对的类似的计划 因为你现在自己 美国就要退出很多的 国际组织跟社群 以及美方 你自己真的是信心很十足吗 认为你的友邦 都会跟着你follow你 去支持你围堵中国的战略吗 因为现在很多国家 根本就是两边都在压保 所以2019 川普跟习近平过招 老大你观察 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 他这边有这个十点 我也觉得说 美国他希望说 他希望 希望要有力量 那这个力量 就要控制你的力量 所以他现在用了一个战略 我觉得陆克文讲的很对 就是你唯独中国 你唯独中国 你想模仿当年苏联 那你要知道你想称为毒霸 那毒霸的话 你一定要五个条件 第一个你的军事武器是最好的 第二个你的整合战力是最好的 第三你的经济是强的 第四你的还是美元可以独家控制的 那第五就是新科技 可是当年苏联奖励实话 苏联输的军事武器战斗力 跟你比一下 其他几个是没办法跟你美国比的 但是今天中国来讲的话 前面几个已经有开始 就是国际有人他不用美元了 这个已经开始 虽然还是美国为当家 但是前三个他不输你 另外一个就是刚刚奉行讲的 他最怕的就是这个新科技 就这5G计划这个被他拿到嘛 所以在这个时候 还有一个你不要忘了 你在围堵 你在围堵苏联的时候 有个最重要的关键 当时金星级跟这个越战停止 是暗中美国跟中国结盟的 你跟中国结盟把那个苏联排掉 你这个时候才对付 现在你逼着苏联跟中国合作 然后你又把日本 让日本不信任 日本也慢慢考虑 你不能完全相信你 也有点往中国靠了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怎么围堵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情形之下 我叫陆克文提醒的这几点 就是你美国不要想说 围堵中国 中国各个地方都在突破 所以你应该就是要认清一个情形 你独霸 没有道理 你要围堵的话 你要必须你的 你的友邦盟友是挺你的 那现在美国 显然他自己不想当社会 全球的世界警察 也不想这个出钱太多 也不想出力太多 但他想当老大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想简老老师 你认识很多美国的智库 这些战略规划者 他们还真的是认为 当年对苏联有效 现在对中国大陆这一套 应该还管用吗 用这个 让你内部产生庞大的压力 让你内部自己进行瓦解 这个问题 好像要开一学期的课来讲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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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个是当初美国围堵苏联 就围堵战略的时候 有两个现在不一样的东西 第一个是全球化 过去苏联是跟自己的贸易壁垒 苏联跟自己东欧国家做生意 所以 西欧跟美国 跟我们亚洲的自由经济体 没有往来 彼此之间没有往来 现在是全球化 第二个就是网路 过去没有网路 现在有网路 所以包括新闻 资讯 金流 很多都靠网路来执行 所以现在来看 第三个就是 当时苏联的经济 跟美国的对比 和目前中国大陆 和美国经济的对比 完全不一样 所以 用传统的思维的围堵 在现在做不到 可是 刚刚李老大讲的一个 是我们 不知道该不该说的 美国现在的战略机遇 其实不是说我可不可以当老大 美国现在的战略机遇 是在中国大陆还没有可以 真正变为老大之前 我把它压下去 对 这是美国最后的机遇了 所以美国的智库的战略家 为什么现在集体 我讲精英 不完全是智库 包括企业的领导人 包括国会的领袖 为什么有集体焦虑感 就是我再不把它压下去的话 它就起来了 对 那么美国要不要把握这个机遇期 变成一个关键 而这个中国大陆最大的隐忧是什么 又跟苏联那个时候有点像 所以我说为什么很复杂 中国大陆从毛到邓到江到湖到西 没有一次权力移转模式是一样的 每一次都不一样 其实不一样 而且习现在没有指定接班人 所以我们看今年 我们也可以说习说了算 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些评估 可以做一些预测 可以写文章 可是我们看十年以后 或者是后习时期 就所有人都把笔放下来 为什么 因为说不准 没有潜力可循 所以美国的 我刚刚讲的这个 我现在把它拉起来 揉在一起讲 就是美国要在中国 起来以前把它压下去 习一定要修改任期限制 让它可以做久一点 突破美国压的这一段时间 才能够竞争下去 不然的话 如果大家都算好习只有十年的话 那出的手就不一样 川普可能会引用老师这段话 在他们的媒体上面做个报道 我应该要延长任期的 你看看 多么羡慕 不过刚刚老师这一番话 已经观众朋友浓缩了一个学期的课 听到精华了 但奉心一点你看 中美之间 我们不断讲讲对抗投降 没有第三条了吗 不太可能长期的对抗 不太可能长期对抗的原因是因为 虽然美国现在有很多主导战略的人 其实真的是当年研究苏联冷战时期的人 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只懂一套 就是围堵冷战 成功那一套 对 可是问题是呢 它有很多形式不同 刚刚提到 经济融合程度是差距非常非常大的 第二个部分是 当时围堵能够成功 其实美国我愿意 你只要参与我的围堵阵营里头 我就给你好处 所以美元那个时候是到处的挥洒 可是现在美国不是啊 美国是呢 我要求你们加入我的围堵阵营 而且你们要付钱给我 是啊 所以那个意愿上面 就会差距非常的大 这当然就跟它的经济实力 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差距 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 如果中美一直持续的对抗下去的话 受伤的是全世界 没有只是说中国大陆受伤 然后美国不受伤的 没有这回事 然后呢 中美两只大象在打架的时候 底下踩死一堆老鼠 我们这一群所有其他国家 几乎会被他们踩死 我觉得没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不管你是叫总统 或者你叫做国家主席 敢看到你自己内部的经济 恶化到一个可能会出社会暴动 而做事不管 更不要讲说川普还要竞选连任 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 战略上面是要这么做 可是在实际上面的战术上面 可以用的工具 是非常非常有限 所以长期对抗不可能 但是你要再回到以前 为了对抗苏联或对抗俄罗斯 而跟中国大陆友好的那个情景 已经一去不复访了 因为他们其实已经进入了 休息底德陷阱里头 就当这世界上的有一个强权存在 而另外一个强权 崛起快要压过另外一个强权的时候 这个强权就陷入了极端的恐惧跟焦虑当中 它永远不会把那个崛起中的强权 当成朋友 它只会把它当成敌人 差别是什么 差别就是动不动武而已 如果说我把你当成一个 我非打下去不可 我就动武了 最明显的例子 其实就是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的 英国跟德国 可能是一个小事情爆发的 但问题是 其实它就是崛起了强权的竞争 那么我觉得这种情况 不能长期对抗 不能当朋友 那然后呢 它就会一直既联合又对抗 既联合又对抗 我们之间的贸易不会断 我们之间的合作 不可能完全的取消 可是我们之间永远再回不去 朋友的关系了 既联合又对抗 既联合又对抗 不断的循环发生 同住在地球 这一个家庭里头的 离婚夫妻吗 我们来看 既联合又对抗 其实刚刚你也提到一个 美国现在就是 也不想输那么多钱 很多国际的组织 它也退 就刚才我们看到 天下当初列到的 美国退群 就退国际社会的这个社群 然后引发世界后面 出现一个裂解的状况 我们特别列出了一个表 看一下这个川普他当家之后 到底退退退 退的哪一些 退出了TDP 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 要背一个世界贸易组织 退出联合国的柯教文组织 退出伊朗核协议 退出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 威胁国际的刑事法庭 也宣称要退 中程弹道飞弹的条约 最近他不断的嚷嚷的 被媒体爆出来 他一直很想退的是北约 2018要退好几次 没退成 2019继续想退吗 如果盟友的军费 没有他所希望2%以上 他就退 会吗 川普是想退 但是 也因为这样子 他损失了一个 非常优秀的国防部长 那其实真的 国防部长不是因为 2000个在这个叙利亚 跟那个阿富汗 跟这个跟土耳其之间的那个 库德族的那2000个美军士兵 而是你跟盟国之间所有的关系 你的信赖程度 完全被摧毁 那么其实法国跟德国都已经谈了好多年了 就是我们自己组成欧洲防卫军 就是想如果美国将来 在川普当选总统以前 欧洲就有这种协议 因为有的时候发觉欧洲的利益 跟美国利益不一样 另外欧盟那个时候崛起的时候 也有一点要跟美国较劲的地位 所以有人说 美国太聪明了 不是川普 是美国让中东的难民 全部杀进了欧洲 把欧盟整个往下扯住 拉下来 那么所以 我们现在讲强权对于靠谱 这样回推难民这样移到欧洲 最好阴谋论的感觉 你现在欧洲大城市 除了暴动 就是自己本身内部问题 就业失业的问题 你现在除了很多的爬手 除了很多的街友 这些有很多 都是因为难民收进去 从人道主义来看 结果实际上 是把欧盟的很多主要国家 实力是往下拉的 那么有些人说 这是美国真正高深的阴谋 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一点 其实美国这样子做 中国对亚洲的影响也很大 包括美日安保同盟 所以为什么刚刚李老大讲说 连日本也要算一算 他要不要跟中国大陆重新 韩北都犹豫了 讨论那个声音 那么朝鲜半导更不用讲了 因为南北自己的双边利益 不一定符合美国的利益 所以2019年就是 这个南北韩跟美国的拉锯 那么金正恩又跑去过生日 到北京去过生日 所以这一局看起来 就是美国最担心的 冷战以后 冷战时期的美国打赢苏联的 胜过苏联打赢冷战的那个同盟体系 会不会这样子就慢慢肢解掉了 川普我相信2019他心里面的OS 还是要退北约 hold得住吗 我觉得光靠要求北约增加军费 那个部分 即使北约做到 他还是想要退 所以 所以这个 这就是为什么 国防部长马提斯 还有一堆 现在大家都很纠结 每一个 可能像我们这种 就是冷战时候念书的人 大家所有学的东西 都无法解释川普现象 也不知道他 要把美国带到哪里去 好 劝也劝不听 这时候就出现一个大的阴谋论 为什么川普这么想退北约 所有的专家都说 这是送给俄国的普丁一个超级大理 如果美国真的退出北约的话 那川普在想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超级大阴谋论是什么呢 有人去算了一下 川普当家之后 跟普丁这普普会 见了五次面 每一次见面 没有留记录 而且都把随行人员降到最低人数 而且川普下令 所有的会谈内容 不可以外流外泄 不禁让人怀疑 到底为什么川普跟普丁 会那么好 而且只要碰到任何议题 川普只要面对的是普丁的话 看起来就软掉了半截 所以现在有个大阴谋论就是 其实川普是帮普丁做事的是个卧底 媒体报道 所以FBI展开的调查 要调查了解的是川普是否 有在私底下帮俄国做事 下一次会面的时候 会不会有可能被普丁操控 这个是太不寻常了 老大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就在上一次上节目的时候我讲说 如果众议院大选民主党拿到的话 川普要小心将来会不会坐牢 那有观众在网络骂我说不懂美国法律 那我的意思众议院 尤其现在来那个主席80岁的 那个是很强硬的 那众议院他可以给你提出摊劾的 他现在是司法调查 一个是众议院不支持你 一个是司法调查 那这个事你就要陷入 那陷入的话那当然就是说 质疑就是说但是这个川普怕普丁了 已经是大家都是感觉到 那大家别有兴趣是 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普丁的手上 那边开玩笑的也很多了 是什么录影带了还是干什么东西再上 莫斯科的黄金瀑布 但是他呢但是他来讲的话 就是说整个就是川普他的一些做法 就是很微 他是不但说没有违法 但违背官场一个伦理的 你重要人物谈话一定要有人跟着 所以是FBI开始展开调查的原因嘛 所以他你一定要有人跟着嘛 那你现在不让人家来 这个叫欲盖弥彰嘛 对不对 更引起人家 更引起人家的一个怀疑啦 所以我觉得 2019川普不太好过 我想继续跟你来请教 因为如果说是因为 美国退出了北约之后 让俄国更没有约束能力 普丁可以为所欲为 有人说波罗的带 这几个小国 就可能要更加担心了 因为乌克兰的潜力在前方 普丁现在不想出钱出力 但一定想要当世界警察 老大你来看 西方是否像天下杂志列出那几条当中 会出现裂解的状况 有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取代美国 第一个就是说 美国他以前就是 以前是苏联跟美国这两个那个嘛 后来这个苏东坡以后 变成美国独霸嘛 那他尝到这个甜头了嘛 而且到时候华沙公约组织解散了 那你这个 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你不解散 但是你怎么能东扩呢 十几个国家变成二十几个 几乎增加两倍了 那你这样对俄罗斯是什么感觉 对不对 那就普丁又不是一个省求的灯啊 那普丁他是自己一定要那个 所以我觉得那个情形 一个打油湿来形容 也有湿来了 我们讲今朝谁为主啊 二战以后是两个强主 美俄嘛 对不对 东欧结局是美霸主 如今呢 你说谁呢 你说我们也不要 中国也不要自我认为 就被中国当霸主了 二十一中国世界 如今难扶谁霸主 中国一向当霸主 也没有人能扶他的 所以我觉得将来是什么 可能是两三个强国当共主 那这里面一定有中国 是中国跟美国当共主 还是加上俄罗斯 你不要低估了俄罗斯 就是这个战斗民主 对俄罗斯 我碰过俄罗斯人一讲一句话 全世界能打仗 就是美国跟俄罗斯人 其他国家那个都不叫打仗 都不能打仗 所以如今难扶谁霸主 没有一个真正霸主 真正霸主会服的 如果是共主的话 共主在慢慢可能会有一点那个 但是 但是美国是绝不会轻易让步了 所以今天要压 谁要出头就压谁 但是问题压是要靠实力的 你实力够不够 这个这个这个是要走的 如果是两三个以上的共主的话 就要回到刚才封营所讲的轮廓了 就是不断的竞争合作 竞争合作 世界上就会有很多的波动起伏 波动起伏 其实像投资来讲 有高点有低点 相对比较会赚钱 所以以后再也不是云霄飞车 都是大怒神 都是大怒神 这样听了真的是 如果做投资的话 真的会很吵极 压力很大 所以今年心脏要够强 回来继续聊 另外一个战场在5G 马上回来 2019十大趋势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AI落地未来新职缺大爆发 以及手机跟工厂 将变成駭客的新战场 其实从这一次我们看到 台湾的地方选举 就不断的有一些说法 就是说网军入侵 影响台湾的选战 所以包括了手机 也被未来质疑说 会不会成为 让人担忧的一个 渗透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看到现在 美国警帝盟友 包括了英国日本紐澳 南韩加拿大 都已经排除让华为 参与当地的5G的网络建设 但欧洲你可以看一下 虽然说英国 没有就是禁止华为 但是葡萄牙西班牙 匈牙利都说欢迎 但我们知道欧洲基本上 如果说网络一个建制 就在临边的国家 旁边的国家 是不一样的话 这影响成本应该很大吧老师 对尤其对欧盟来讲 可是现在的关键 是中国大陆 尤其是华为 他在欧洲 所谓做的这个 government relations 就是跟官方的关系 他处理得很好 但是在美国 他一直没有办法突破 所以在美国跟欧洲 本来就产生了一种差距 他在欧洲的布局是比较顺利的 那么现在面临到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开始强迫 除了自己以外 他要求很多的盟邦国家 跟他一到 就是去阻断这个华为 在5G上面的这些布局 是 我们刚刚弄完 或者是纪念吧 就是大陆改革开放40周年 邓小平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发展是硬道理 那么所以中国大陆走这个5G的道路 是他强国 或伟大复兴的一个关键点 那么所以他不会放下来 他会继续往前冲 我们光看华为投资多少 在研发上面 我们就知道 就比例上来讲 是非常高的 所以他一定会往这条路上去走 那变成就是打规格战 谁定义这个规格 那么美国有没有办法 用恐惧的心理 或者是打心理战 然后让他的盟邦 还有一些比较小的国家 像我们一样 就是不得不跟美国的美规来走 这个就变成另外一个战场 就是凤信刚刚讲的 科技争霸战 第三个科技争霸战的一个关键节点 谁输在起跑点 后面就 差距就会烙到 因为欧洲这个陆地国家来讲 如果说就在紧一隔壁的国家 你有的建制的系统设备不一样的话 对于未来 他们本来的一些产业建设 要相容的话 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华为到目前为止 老师刚刚提到的就是 他们的研发的机会非常的高 也的确在某一些领域上面 华为在5G上面是具有领先的 要不然欧洲也不会去买 中国大陆的单 对 那目前现在美国的做法就是 用它的政治影响力进行封锁跟围堵 那大陆它是有目前领先的 又是一个科技的部分 所以 凤金你怎么看在欧洲这块 最主要关键市场 对于华为来讲 我觉得不只是欧洲 其实包括了亚洲其他的市场 你会发现华为也势在必得 前一阵子华为呢 刚宣布了一个合作案是跟印度 印度跟中国之间 你不会觉得说他们关系非常良好吧 他们还真的是打过战争 去年还在丢石头 对 还在丢石头 可是他们跟印度之间有 这个5G的合作案 印度怎么会不考虑 中国会不会利用这个华为 然后呢在后面安装后门 然后来窃取印度的这一些资料 我觉得印度其实在科技上面 虽然相对落后 可是你不要忘了他们是一个 这个力智要发展核物 力智要发展卫星的国家 在某些技术上面来讲 他们至少有他们的一定的判断能力 那你如果说你今天真的在后面 都装了很多很多的后门 我觉得你要让大家都不发现 因为现在的指控都是 都是我认为你有 对不对 而且我认为你有能力 可是你说真的找出一个东西出来说 你看被我抓到了 其实是没有 我觉得如果印度会去合作的话 那其他的国家是会看说 那好像各个国家怎么搜来搜去 好像也没有搜出一个真正的案例 因为真正你能够发现到 这个案例的这个机会很少 所以这会变成全世界 规格战的一个先例 那之前呢 其实在那个录影代的市场的时候 曾经有大代小代 那是先行者优势 对好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在那个整个通讯网路上面的时候呢 有所谓的技术优势 由技术优势者 他能够最快最好的 通讯所有的内容的 那技术优势会领先 好这也是 后来呢 高通能够独霸几乎所有的手机市场 这个它的那个核心技术 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现在这个5G大战 变成了一个政治斗争的话 我觉得在商业战场上面呢 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案例 你要问我说谁输谁赢 我真的没有把握 因为呢 你除非非常了解5G的这些技术 我必须承认我没有那么了解 我不敢判言说到底谁会赢谁会输 但是美国现在用的是一个政治力量的一个介入 可是市场绝对不会停止在5G 其实你会发现各国都很害怕 对方窃取我的资料 否则中国大陆为什么要 那么辛苦的去发射一个量子卫星 它的量子卫星其实就是担心 美国利用它的那个卫星的那个 整个是星群 然后呢 来窃取他们的资料 所以窃取资料 哪里只是靠5G呢 卫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战场 那中国大陆发行了 发射了第一枚的这个量子卫星 其实后面会不会变成量子卫星大战 这个我们也未可知 因为量子卫星对于通讯解密的那个能力之强大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把握它会强大到什么样子的程度 所以科技争霸战不会停留在5G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华为的强韧的力量是让我必须要敬佩的 所以我也不认为华为会很快的被击垮 它会去突破所有美国没有能力去触及的国家地区 以华为现在的灵活程度来讲 我觉得不是纯粹的欧洲战场 其实包括你看到亚洲的许多的战场 都必须去密切的关注 因为华为它会一个战场一个战场的去宣称它的胜利 跟美国用那种强大力量逼迫各国通通都不准跟进 方式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同 对 刚刚蜂蜜也提到一个很有趣 就是从过去 不管是录影带来的例子或其他例子 你要吃掉整个market share 你就是 一 当先行者 把市场做得够大 就是你的了 或者是你的确掌握了关键技术领先 那你就可以在这个理念当中 是占着这个先机的地位 这当点其实目前华为都有 对不对 那其实现在 刚才不断提到美国做围堵的话 也是靠它的政治影响力 要盟友 你必须要听我的 因为它现在美国对很多国家来讲 还是不管就贸易或军事上面 还是具有领导的地位 当中美国一出这表态之后 台湾是立刻就效忠的 台湾立刻国安会就禁止 这个 中国大陆制造的讯息设备 进入台湾的八大敏感行业 列出来大家看一下 当中包括了政府机关 医疗单位 高科技园区 交通通讯 水资源能源 金融服务单位等等 现在工研院资设会 国家研究员都禁用华为的产品 连接他们的内网 看起来草木皆冰 老大真的这么恐怖吗 有人说华为以后 只要连接上北斗卫星 可以直接瘫痪台湾的网路 如此吗 首先第一个就是 台湾就是你干脆就讲 我们就是唯美是尊 美国做什么 就跟着美国走 但是你不要讲说什么 这个多危险多危险 就是木马屠城 那我现在跟你讲 现在中国大陆 你不要这些华为这些设备 他的作战已经练习十年了 他第一站就是瘫痪 对吧 你台湾就是神经战 神经作战 他把你全部瘫痪了 所以华为这个 就是没有 他还是可以把你瘫痪 但是你刺激 大陆有多少敌意 你跟着美国走 这个也是你要考虑 还有你让台湾的产业 要损失多少钱 台湾有些相关产业 因为你华为禁止以后 他要损失多少钱 台湾成不成得起 这是你要考虑 最后讲的 什么叫木马屠城 木马屠城 这个成功不进来 根本进不来 所以兵士装在木马里面 才开进来 今天台湾哪里进不来 我告诉你 古兽是城门 现在是什么 你知道吗 机场 我跟你讲 全台湾没有一个机场防卫力 100个突击队拿不下 你不信你去看看 我有研究过 甚至机场 没有一个机场 是100个突击队拿不到 有100个突击队员 就可以拿到这个机场 100人 100人赢的就可以拿到 有的不到100人 20个就可以拿掉 你是否泄露了军情啊 不是 我提醒他注意 我提醒政府注意 机场的防卫都没有做好 所以这点讲 你讲什么 华为给你木马屠城 所以我一个打油诗给他了 又有诗来 每一段都有 厉害 共军对台一开战 首先是把台打贪 打贪 打贪换 打贪得靠电池站 木马屠城 归车站 不要贪夸 这个不要讲说 这个叫木马屠城 什么开放大陆 飞机来水 又木马屠城 然后又什么东西 那个都是根本就是说 不懂 不懂战争的人 因为现在美国就说 很多后门啊 暗门啊 很危险啊 其实因为 可能美国以前 自己做了很多后门 他知道可以做后门 所以他才会 你看过史诺登报告吗 有啊 看过啊 对啊 史诺登报告里头 每一个人的手机 其实都是 即便你关机了 都还可以继续被窃听 而且可以遥控他的镜头摄影 是 然后你必须要把那个电池 整个拿掉 或者直接拔 这个冰到冰箱里头 你才不会被窃听 我觉得这才比较紧张吧 但是你看我们表态 的确蛮快的嘛 很多单位都 就禁止华为啦 或是中国知道的 知识会啊 如果不表态会怎么样老师 会影响到台美关系吗 有那么严重吗 要看哪一个政府 要看哪一个政府 我刚刚讲的不对 我现在更正 要看两岸关系好不好 两岸如果可以对话 台湾有一定的杠杆的话 你才能够对美国所有的压力 采取去杠杆 对 不然的话你就必须要听他的 其实刚刚讲的那个产业 其实就是行政院下面 所律定的八个关键基础设施 刚刚李老大讲拿机场喔 其实那就动了人 其实我们头层外面 地下电缆 所有的 所有Internet没有啦 对 海底电缆 海底电缆 我们就一条线出去 所以只要头层下面 老师你也泄露过去 对呀 我都不好意思 铁明老师你这样一讲 头层是个点 不是 因为大陆都知道 都知道 我们国防部发生也知道 只是蒙国人 也知道我们只有两艘 不敢面对一个瓦斯的船 也切的也就没了 对 天然气的 所以今天并不是说 用那个威胁 或是恐吓百姓的说法 我们要就事论事 就是说到底华为这个系统 是不是台湾要命的 致命的系统 还是说其他已经有很多致命的系统 我同意 对美工作非常的重要 我们跟美国的关系 是我们战略上面必须的一个 关键的政治关系 包括我们对美军事采购 都是政治的决定 但是 刚刚李老大讲了一个很关键的 就是我们的产业怎么办 因为我们进华为 一个是我们目前产业的损失 另外一个是让海峡两岸规格不一样 对 这这个我也是重点 怎么办 所以当然了 想要切断的人无所谓 可是对于我们的台商 对于我们一般民众 对于便利性两岸的交流 它就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 所以像刚刚老师提到 看不管谁执政 最主要是两岸的关系 两岸关系基本上没有空间的话 很多时候就第一时间就 跟着美国的脚步走 我们就一起来唯独 我们知道这段时间 从去年的2018的地方选战之后 不断地有说什么假新闻 网军很多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网军进攻台湾吗 这个是大陆一个叫做 巨模工厂 据说一年之内 总共有939部的影片上传 那用江湖白小生 这个用户名称 订阅人数也有3万多人 里面就专门针对于 像蔡英文跟川普 会有很多的批评指教 网络上也传出一个 网军进攻台湾的一个流程表 这个表实在说实在话 太复杂了 我完全看不太懂 里面就是营造一些 世代的斗争 然后用影片带风向 然后让一些比较有立场的 候选人参选人 可以获得一些有益的益处 既然网络上这样传 封经理你来观察 从2018 是不是真的网军 在影响到舆论带风向 那马上今年2019 就是总统大选的起跑开始了 你觉得只会多不会少吧 我觉得会讲说江湖白小生的影响力很大 你光是看他的订阅人数 如果你熟悉网路的人 你就会知道 这个订阅人数 其实很可怜的少 因为你只要常常关注 大概一个网红呢 他的订阅人数 就超过了这一个人数了 任何一个网红 应该都会超过这样子的一个人数 因为我跟湘龙现在有一个直播的节目 然后那个是有我们共同几个朋友 然后大家合组一个频道 你知道那个订阅人数 其实我们只有经营 大概两三个月的时间而已 订阅人数已经13万人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 我不是说我们很 我们其实已经很智嫩了 台湾几个重要的媒体 他的订阅人数甚至有七十几万的 对 百万的都有 所以订阅人数三万其实不是多 如果一个订阅人数三万的一个 网路上面稍微有点名气的人 你就说可以影响台湾的选举的话 那台湾真的好脆弱 可以影响的人大概上百上千上万 可是另外一个呢 就讲那个网军计划 其实我觉得最近这段期间 尤其国际媒体 我觉得已经到了那个 三人成虎的一个境界了 就觉得说2018年的选举 全部都是大陆网军所造成的 我先讲一下就是呢 其实对YouTube的演算法 如果有一点点了解的人 我前几天还跟一个朋友 在聊天的时候 他提到说 其实YouTube有很多 这个计算的方式 比如说在台湾的热门影片 他的计算方式 跟你的点阅数不一定完全相同 为什么 他是规定你的IP必须是在台湾的人 你的点阅数才会算在台湾地区的热门影片的点阅数里头 那这时候你点阅数最强的人 才会排名在前面 在这个去年九合一选举之前的两个月 有常常前50名当中有25部影片 都跟韩国瑜有关 所以那个就不是任何的对岸能够操作得出来的 做不出来的 第三个呢是 有一位也是网路上面的知名的神人 宅本桥 他其实分析了韩国瑜很久的时间 他认为 他其实判断韩国瑜在两年多前 在北农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埋下了很多网红的底子 因为有很多追随他的人 热爱他讲话的一种模式 他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 如果说韩国瑜是大陆捧起来的 去年初 其实卢秀燕 他的民调就已经非常接近林佳龙了 那差距两个人之间互有领先 而且卢秀燕常常领先的一两个百分点 可你会发现 他一直到九月都拉不开 整整半年的时间 林佳龙跟卢秀燕的民调 都是纠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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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说今天 大陆真的想影响台湾的选举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直接拉卢秀燕更快 可是卢秀燕网路上面 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人气 那韩国瑜在去年初的时候 距离陳其迈 还差了20个百分点 有人这么笨吗 不去拉卢秀燕 硬要去拉一个差距 还很大的韩国瑜 然后居然他会能成功 所以我觉得不必太神化 大陆的网路上面的操作 我同意大陆确实会想要介入台湾的选举 不可能完全不想 可是他们过去的经验发现 越用力越失败 所以他们现在开始有了另外一套的 怀柔的一个做法 其实最近他们重新讲 九二共事不是一国两制这件事情 我也很意外他们的一些变化的 弹性程度 其实远远超乎我的想像 我觉得他们真的想影响 他们会用怀柔的方式 他们不会用这种直接介入的方式 台湾的网路 现在我们要高度重视的是 前几天有一个朋友他讲得很好 他是媒体界的很重要很知名的人士 他说带风向 我们现在如果能够跟风向跟得够紧 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要带风向弹劾容易 老师不过也有常经受外国媒体专访 他们也就像刚才奉言讲的 三人成五好像都已经有个既定的观念 发问题的时候 都认为这是网军造成的 对不对 有些是因为西方 给他们的观念 尤其是美国 因为美国总统大选 就是川普跟希拉蕊的这个选举 通俄门 他中间有很多 确实是俄罗斯透过社群网站 俄罗斯的社群网站经营非常非常厉害 我指导过一个学生的论文 我就是因为他研究的过程中间 我看到的资料 就是他拿那个里面的实质内容 我不敢讲内容农场 但是那个农场里面的东西 我看了以后 我因为是俄罗斯的学生 我看了以后我才大吃一惊 所以我经常跟外国媒体的朋友讲 我说你拿你们美国的经验 来想像中国大陆在对台湾做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你根本不会问我有没有 你只是问我说强跟弱而已 强跟弱 强跟弱 然后但是你没有办法拿出任何的证据 是 网络带风向弹劾容易 刚才丰丁也提到的一个 用数据说明的一个重点 不过这个是政治人物推辞最好的一个借口 也在选择当中会不断出现的一个issue 我们回来继续聊其他话题 观众朋友这文天祥的正气歌你还记得吗 当中有这么一段话 结于勾养酒利也食不利 碰到酒这个数字之穷 好像很多时候就自己也使不上利 就很多事情会发生 2019年我们看到酒这个尾巴 在中国大陆就碰到很多事 我们列个表给大家看一下 1949年国共内战 59年中共镇压西藏 69年中俄爆发郑保岛事件 79年中越战争 89年六四天安门 99年中共镇压法轮功 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爆发七五事件 所以现在2019又碰到一个酒 也不是说碰酒一定会有事了 不然碰到酒这个数字呢 好像在例子上 不管是中外 都会有些状况发生 老大帮我们做个整理吧 我是觉得这个酒的话 那是讲一类是中国大陆讲 我们讲世界经济大萧条 1929 你这个讲1949年对中国讲是好事嘛 中华民国建立了 这对我们 我们是很凄惨的 那中国与美国建交是1979 柏林围墙倒塌1989 日本经济泡沫也是1989开始嘛 六四天安门1989 那1999那个就是北约开始东扩 还有南斯拉夫大使馆被误打 可是我是以国际观念看这个酒 那当然对于这个 这几年来讲的话 酒的话是 第一个酒就是中国这个建国逢十 所以在建国逢十的时候 他就会应该会有一个演习 从50年江振民就开始这个一个阅兵 一个什么 那对习近平来讲 今天应该也是有一个阅兵嘛 那另外对习近平还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说 2021呢是建党100年 那2020他们有一个选举 台湾 所以在这个整个一个情况之下呢 他是会有一个 那这个今年三月又跟这个 这个美国这个谈判 会不会有一个新的花样 会不会怎么样 所以对他来讲就是说 他是一个这个比较紧张性的 那我们再迷信以来讲的话 这个习近平呢 他是属蛇的 那属蛇的碰到株连呢 就最好是泛冲 真的喔 是喔 泛冲的话不一定泛冲 不一定泛冲就是个变 就是会有大的变动 但是他如果能力强的话 这个变是好的 所以你看那个农民里面写 说你犯太岁 有没有 这个无喜必有祸 所以是两个嘛 一个有喜 跟一个有祸嘛 但是他的祸 一定台湾也有祸 那他的喜 也可能是台湾的祸 所以我们还是小心 紧张一点点 老大对于范冲 有这个新的一个 让我们知道有个新的解 就是冲是一个变 太岁啦 其实就是一个变动 那古时候是求安静 农业社会嘛 变都这个十个七八不好嘛 所以都要小心小心 安费一点安费一点 但是这个来讲的话就是 那我们的吴敦义 也是太岁啊 苏贞昌也是太岁啊 为什么因为明年要变来变去嘛 这一年要很多地方要开战嘛 因为后年选举 但是很可能农历年前啦 一月就在农历年前啦 对不对 农的方式看看怎么做一个转化啦 对啊 这个我们来看 对于习近平来讲 贸易战 经济疲软 一带一路 现在被围堵 在压力锅的情况之下 经常碰到的状况 就是用外部外创的一些危机 来转化内部的一些碰到的状况 这是经常处理的方式 那压力锅的出口 对于习近平来讲 会是什么 我觉得我到目前为止 我不觉得 中国大陆已经放弃了在经济上面 然后继续的维持它的增长 所以它的经济变动速度非常的快 还看不出来说 它要把这一个压力往外扩 我先讲经济方面 它做了很多事情 就货币财政宽松了 说穿了就是这一句话 你看它在这一个降存款准备率 速度来得非常的快 然后接下来今年一般认为 其实你要知道 我觉得北京很好玩 就是他们会接触很多知名的 重量级的外资分析师 比如说像陶冬 他们之后出来说的话 其实我都觉得是在 帮北京在放风向 所以他们都会说 今年不只降一次存存率 降两次降三次 都是有可能的 还讲了很大的一个数字 如果按照那个数字的话 它要释放出来的资金 是极为庞大的 所以这样存款准备率 然后把这些资金释放出来 这是货币宽松 另外财政宽松就是 我尽可能的 就是我减税减费 它今年减税减费 减的是非常大的 几兆几兆的这样子来算 然后呢 我同时还做很多很多的建设 所以一边是货币宽松 一边是财政宽松 总之是要砸钱 把这个经济给撑起来 人民币所以今年来讲 还是看比较偏弱的了 这样的情况人民币 不见得会偏弱 如果它经济好 因为美国现在不升息了 所以它有可能会转强 可是有一个状况是 之前担心房地产 可是最新的指标呢 他们的房地产在上个月 他们的那个价格 新建住宅的价格 它的增长率又出现了 17个月的新高 所以他们在房地产也会放松 这跟美国在2000年的 那个网路泡沫之后 他们就一直降息 然后一直的释放资金 最后造成了房地产 最后的泡沫呢 其实是有点雷同的 就我为了要刺激经济 我不能打压房地产 所以看来上个月的数字 显现他们现在打压房地产的手艺 也正在收手当中 所以他们有一连串 各城市当中不同 差距非常的大 三四级城市的增长很多 一级城市就有压抑它的成长 他们都在放松那个 买房子的一些标准啦 贷款啦 每个城市的放宽的状况不同 我看到是一个整体现象 他们在经济上 并没有任何的放松 希望能够借由经济刺激的作用 稳住经济这一块 而他们对外的关系上面 我反而看到是 因为美国要围堵我 所以我要努力去交朋友 所以你看到他跟韩国友好 他跟日本友好 他可以跟 之前他不承认金正恩 但是我要跟金正恩友好 我跟南韩 我也可以化解 所有的这个 萨德反飞弹系统的 这个压力 我跟日本有民族情绪 通通搁到一边去 我跟日本也必须要友好 我跟俄罗斯当然要友好 我跟印度也要友好 所以丢石头丢石头就停止了 因为他跟印度之间也要友好 莫迪就可以到中国大陆去访问 我刚刚叙述的这一些 当然黄老师更清楚 可是我所看到的是 北京急的 他急着要去交朋友 因为他担心 他的朋友全部被美国抢走 所以这个时候是 全世界只要你越接近 中国大陆的国家 越容易操作杠杆 因为现在是北京 最想交朋友的时候 美国是叫围堵 中国是做突围 交朋友听起来是好事 但是其实交朋友 私底下也是暗涛汹涌 因为别人不想要你跟他交朋友 我想问的老师 我又是问你一个学习课程的问题 因为中国跟整个亚洲联动嘛 2019亚洲 你个人来看 最大的变数跟 可能出现的风险是什么 当然他有政治经济 很多军事很多层面 我大过年的 你真的要我讲吗 还是要我们先未雨绸缪一下 刚刚奉心讲的没有错 交朋友 其实要实现中华民主伟大复兴中国梦 一定要有和平的周边环境 是 美国可以用贸易战 技术战 科技战 去压 压中国制造 压5G 压华为 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中国大陆的崛起 缓慢下来 打 发生军事冲突 对 发生军事冲突 过年真要讲吗 其实朝鲜半岛 文在寅跟金正恩 他们两个 是一直在往和的方向去带 而且2019年金正恩会去首尔 南海问题 南海很大了 那个岛都很小 你要真的两艘船插撞了 就变成打起来了也不太容易 危机控管是可以做到 其实我最担心的是在我们总统选举过程当中 台海危机 为了选赢去搞极度刺激 你认为整个亚洲地区 风险最高的会在台海 我觉得是 这是来自于陆委会前副主委的一个说法 真的不要 就是为了选赢 去极度刺激 那个 郑南荣纪念日 喜乐岛公投 其实全部都是 都是摆在头顶上的东西 看会不会扎到 会不会被扎到 我讲的是 真的很认真 不要为了要选举选赢操作 而使得今天中国大陆 并不想把两岸 虽然习近平讲话很重 但是他并没有要解决 所以他还是一个蛮漫长的过程 可是我们不要逼中国大陆 今天中国大陆他在70周年阅兵之前 你弄他 他能怎么办 他建党100年之前 你逼他 他能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 不好意思 就是我觉得 台湾海峡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地方 老师讲到这点 我相信观众朋友听了可能 心情有一点点沉重 大年初五听到这些 不过也可能会 自己逼迫的 没有也可能会加速 拿了红包之后 就赶快去消费了 有钱赶快花 增加我们的消费 活动经济 有没有想到稍微正面一点点 不过老师提到这个担忧跟隐忧 跟美国的智库学者 想法跟担忧是不谋而合的 我们回来给大家看一个最新的报告 马上回来 上段黄教授提出了他的担忧 刚才我的提问是 2019整个亚洲风险最大跟变数 老师认为是就在台海 因为2019是 选举年会不会 碰到任何一个政党 做出一些非常极端的事情 为了慎选 你的这个观点 其实美国的智库 可能也有同样的看法跟担忧 因为预言 他说预言明年 也就是2019年 九大冲突 台湾危机 第一次被美国的智库列入调查 我们来另外看一个美国的智库 这是也相当具有分量的 CSIS 这美国的智库战略 跟国际研究中心做了一个示警 他提到几个重点 中国大陆会抢在台湾 可能宣布独立之前 对台湾发动突袭 解放军在台湾周边 建立区域的阻绝 反戒入区 但是 不会去攻击美军 美国多数的盟国到时候会呼吁 必须台海两岸要做下来谈判 但是 所有的盟国会宣布中立 美国也不会发动反击 那再来就是 美国对于台湾残取行动 会让中国大陆 习台之前失去正当性 为了回应这样的状况 中国大陆可能试图在习台之前 暗杀美国的政治领袖 最后一点 我比较看不太懂 等一下请教老师 不过老大你先来看这个事情 在台湾真的会出乱子之前 美国的智库CSIS认为 大陆有可能发动突袭 你的看法呢 这个大陆就是对台 他一直这十几年就 必须一战的准备 他都有准备 但是他也希望两岸 能够一起来避免一战的智慧 这就是大家最少能够避免这个战 那避免战 可是现在就是说 整个这个蔡英文 给人家就是一个不安全感 不安全感呢 那当然如果他对台湾 你今天习近平立这个红线 习近平要解决国内很多问题 那些他那些恨他的人 都没有机会 因为他抓贪是正常 可是如果他在台湾的情形上让步 你台湾已经明显走向独立了 那这个他就必须要动 那必须要动 那他的战术就是开战即决战 那开战即决战 那就是快速突袭 因为他必须要在 他必须要在两个礼拜之内 把全岛占领 他不让你在关岛的那个 美国那个陆战旅 不让你这些旅人过来 他一定要先拿这个 所以他一直有一个就是 他一直有叫多维双操战略 这个双操就是超越你视距 就眼睛看了 包括你用望眼睛看到的地方 那超越障碍 那另外他的突击 他多为什么 突击力量是多方面的 然后呢他的登陆方式是多方面的 他的作战方式是多方面的 其实这个我们也不要讲 以前讲英国时代 把那个国光演习 改成汉光演习 汉光演习 最重要一个精神是什么 想不到的敌人 在想不到的时间 在想不到的地方 都没有办法武力侵台 所以也是面对突袭 我们也但只是问题 现在汉光演习 变汉光演习嘛 对不对 整个在这个下 我们的防御力已经很弱嘛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呢去触动他 那他是绝对打 这是我想说 这是他的一个 所以蔡英文呢 曲解 这个故意恶意曲解 习近平的谈话 这恶意曲解 是为台湾带来浩劫 这是他必须要深重的 这个美国智库的一个事情 前两点大家可能会 常看这些节目的朋友 应该可以去知道 这个脉络跟逻辑 就是如果真的发生突袭的话 美国会不会动手 大家自己心里有一把尺 那解放军当然要做一个 反戒入区嘛 至少阻绝台湾的援军 那到时候看看 美方会不会来持援 但最后一点 我想请到老师 这美国智库做的一个判断 为了要让中国大陆 失去突袭的正当性 解放军可能在席台之前 暗杀美国政治领袖 这个东西帮我们做个解释好不好 这个老实讲 我自己就是以前在CSIS工作 但是这个报告不是我们中国部 不是我们中国部做的 而是国际安全部做的 是 所以做报告的人 对中国不了解 对中国大陆不了解 我自己所有碰过的 过去二十多年来 美国国防部的官员 他们有一两位 稍微讲清楚一点 其他的都是用暗示 但是我的结论 就是美军绝对不会跟解放军 正面交锋 所以如果台海有危机 就是汉光演习 就是我们独立防卫 独立防卫作战 那独立防卫作战要撑得住 美国只会在外面摆住态势 各位观众朋友 所有的战争都是从抠板机按钮开始 都 但是都在谈判桌上结束 所以 打不打得赢 是一回事 波斯湾战争以后 没有一个现代战争拖过三个礼拜 我们就知道谁赢了 但是最后怎么解决 怎么结案千结 是在谈判桌上面 所以美国对我们的帮助 不是说美国军人在旁边 跟我们一起扣板机 不是 而是说我们自己要有足够的能力 让他可以撑住我们那个态势 所以现在回过 所以我们要养成独立作战的能力之后 去等待谈判的结果 对 所以 所以我觉得他们做的是一个极端的案例 我们叫Wild Card 然后用这样子的案例来示警 其实真正美国正式宣战 中国大陆现在可以集成美国的航空母舰 东风21 东风26 对 我经常跟大陆朋友讲 你就打一个给我看 才6000名水手而已 所以我觉得大国绝对不会正面交锋 都是找代理人 这才是我刚刚讲说 台湾要特别特别小心的原因 因为美国要押注 让中国起不来 一个是经贸 科技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發生 藉由军事行动把它压下去 而且这个军事行动必须是区域规模的 不是绝美大规模的 而且你刚刚提到的亚洲地区 朝鲜半岛南北都要合 看一下南海风险没那么高 你认为就在台海了 但台海其实也有另外一派说法 他们认为真的要发生冲突的几率 跟过往比起来是更低的 我们来列举几位 评论者他们的一个说法 包括了神父熊 他说大陆对台湾武统的几率是零 那赵建民也是陆委会前副主委 他认为和平统一的可能性依旧存在 现阶段谈武统不切实际 两岸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是越来越小的 凤建民怎么看这事呢 我认为大陆内部 当然你说武统的声音有没有 一直都有 可是大陆呢 其实刚刚黄教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现在大陆最重要的工作就是 希望能够成为至少亚洲的霸权 然后把美国赶出亚洲之霸 这个是 我在地球上成为两权 两个大强权 你美国在欧美没有关系 那是你的强权区 可是太平洋这一端 是中国的强权区 这是中国的目标 并没有说要取代你美国成为世界强权 可是你光是要把美国赶出亚洲这件事情 美国就受不了 所以真正的争端在这个地方 那如果真的两岸之间发生了武力冲突 其实最得力的真的是美国 我这样讲 因为美国就不需要跟你什么贸易战了 直接凭着你们自己打完了之后 整个中国要想要在亚洲称霸的时间 至少延后20年到50年 那我这20年到50年 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这也是这段时间 为什么美国这么挺台湾的原因 背后的动机之一 没错 所以今年这一年 你可以从某种角度来讲 就很多政治人物的利益来讲 操弄台海危机 是他们获得政治利益唯一的方法的时候 而且开春之后 我们就看到一支友 对啊 威胁在不在 我觉得威胁在 可是我觉得台湾民众 在这件事情上面 极高度的理性现实 这就是为什么沈富雄他会认为 中国对台湾武统的几率是零 一方面中国大陆是理性的 而他也看到台湾内部民众的理性物实 就台湾的民众的理性物实 不会纵容政治人物为所欲为 他们可能会说他们想说的话 但民众的那个向心力会不同 会有很大的改变 任何要改变和平这个状况 我觉得民众都不能接受 但是我这边回答一个 你本来要问 不见得能够问到 但我觉得很重要 就两岸误判的来源可能会是什么 风险在哪 我觉得最大的风险 就是两岸如果有一天变得不理性 那你为什么要 那么挺中国大陆的经济 我告诉你 中国大陆经济不好 最危险的是台湾 没错 而中国大陆经济好 台湾能不能够跟着好 不一定 但中国大陆经济不好 台湾一定不好 不只是辞职的经济不好 而且是威胁最大的那种不好 这就是我在看待 我从台湾的利益出发 去看待这件事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所以归结于两岸 台湾的话担忧的是 政治操弄变得不理性 那对岸的话就是 但是经济没搞好 真的要有个压力 出口的话 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风险了 没错 老大你觉得一般大陆民众 要解决台湾问题 那个 因为我们看到网络上面留言的人 可能都是比较激进的一些朋友 真的觉得 要处理到台湾问题的比例 那么高吗 看一个东西你一定要看到上面 它是一个政策面 中间就是策略面 那策略面在下面那些网民 就是整个整个那个 基础 那是非理性的 非理性的性 但是你必须要考虑一点 大陆不管怎么样你会注意到 他这个人每一个人 他就一个叫历史主义 一个叫民族主义 历史主义就是大一统主义 他认为大一统天经地义 第二个民族主义 就你这个台湾 你跟美国交朋友 他还可以忍受 你跟日本合起来 你现在跟美国交朋友可以 这样保护你可以 你要帮美国人打我 那他是绝对不认同的人 我跟你我看了一个老太太 那个90岁已经老人失忆呆整了 我们下面人讲话 讲到一个你对台独怎么样 马上跳起来 说说说说 习近平1月2号的 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 他的论述 两岸关系开头是1840年鸦片战争 对对对 他考虑是整个民族 这是1840年所牵连下来的 整个整个一个情形 而且你会注意他现在对台整个 完全就是说 不在两岸两点一线 他完全从国际观来看 你看看台银所的手掌现在换来 以前是 看台湾 还好 感觉 感谢 感谢观看